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松龙路搬到这里 空间设备全新升级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场和长辈互动 了解硬体设备的更新 期盼服务更多长者 跟着长辈一起做运动 了解老人服务即日招中心的设备 与紧急救援系统 台北市长蒋万安参加广词 B标新一老人服务即日间照顾中心开幕活动 宣布北市提供长照第三支箭 补助有需求的长辈 每月1200元紧急救援系统 以保障长者居家安全 台北市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因为晚生晚婚 人口外流 所以我们高龄化非常的快 我们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也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 占整体人口20.9% 超过20%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以及挑战 原本我们信义老人服务及日招中心 在松龙路 那随着我们广词 卫福大楼的完工 正式启用 所以我们搬来我们南侧四五楼 那当然我想不只是空间 还有相关的设备都全面的提升 所以从原本的面积 我知道我们老人服务 以基督教中心200多瓶 到现在全部900多瓶 增加了755瓶 而且我们也提供了新的服务 包括我们会事办 收拖年轻型的失智症 还有包括我们夜间传席服务 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借由 这样的一个卫工大楼 卫福大楼 能够提供给我们长辈 有需求的人更好的服务 而且提升整个照顾的品质 那另外我想今天来 很多的里长也都很关心 我们里内很多有需要的长辈 未来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边的服务 而且我们的服务量能 也因为随着空间的增加 设备提升 我们服务的量能 也从原本的24人增加到120人 所以这个都是对于地方 对于长辈都是非常好 一大福音 那我想未来还有很多需要跟我们地方上 各位好朋友一起合作 那我也很希望说 未来能够提供更优质 更好的服务给长辈 中国宏心智慧从民国86年起就接受台北市政府的委托 办理信义老人服务 即日间照顾中心到目前已经有26年 中华民国宏心智慧的会员和同仁平常都有一个人生守则 作为我们平常处事待人办理事情的原则 这个人生守则呢 就是这20个字 中述联名德 正义信忍功 博效仁慈觉 节俭真理和 所以在26年前 我们接受了信义老人服务的这件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战战兢兢 现在这个地址来到了大道路116号 让我们更加的战战兢兢 所以呢 在诸位长官的协助 在各界的帮忙之下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战战兢兢 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给老人家 给社会各界 台北市人口老化速度快于全国 111年老人占全市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0% 因此日照中心搬迁新开幕 也升级活动空间与设备 多元完善的服务 满足长者不同阶段的需求 在这边我有两项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也就是尝照第三支箭 也就是对于长辈我们希望能够提供 每个月1200元补助 也就是紧急救援系统的建制 我们会把这样的紧急的扣钮 长辈可以随身携带 一旦有危机的情况发生 我们可以马上连线到 24小时的守护中心 第一时间提供相关的救援服务 第二个消息 也就是因为最近 我们不管周遭的朋友 一些长辈 我想大家知道 最怕的就是什么 跌倒 长辈一旦跌倒 就会有很高 就是会很高的风险 会要住院 甚至可能就要长期卧床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提供了 就是台北福老 软硬兼施的修缮服务 也就是我们把原本 限于众所得税 5%的我们把它提高到12% 也就是扩大 我们补助的对象范围 然后提供相关的居家修缮服务 或者是提供相关的辅具 不管是我们浴室间 不管是扶手啦 地板啦 防滑垫啦 或者是等一下 我们可能会看到的 协助轮椅 这个推行的一些设备 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 这些有需要的长辈 在居家我们做最好的安全防护 避免老人家跌倒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两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所以未来也很希望 能够营造一个更友善 安全的居住环境 给我们长辈 社会局也将持续优化 各区老人服务中心活动空间 推广长者居家安全 让他们能安心 在熟悉的环境健康中老 记者问郡张气腾台北报道 2023桃园闽南文化节 中泡塞版的活动 在桃园新永和市场停车场热闹登场 桃园市政府邀请五位 中泡塞现场开启摆桌 结合活动主题 以多元活动模式 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特色 伴随罗声响起 中泡塞版桌活动正式举行 现场民众早已迫不及待 西家带卷就在期待满桌的美食佳肴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 今年别于以往的比赛形式 邀请到五位台湾知名中泡塞设计菜单 齐心将佳肴填满每一位民众的胃 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北市长蒋万安 及基隆副市长邱佩林 也到现场感受闽南文化 象征北北基陶一日生活圈 今年我们请了很多社会上 对于美食有研究的专家 推荐了五位台湾非常有名的中泡塞 帮大家准备了等一下 食道他们精心设计的菜色 我们今天一共拌了一百桌 让我们的桃园乡亲来享用 我们精涛细选的五位中泡塞的十道精心设计的菜色 那么版的是一个非常有闽南特色的文化 那么我们希望说这个文化也能够让我们基隆 台北新北这些城市的市民能够有机会也来分享 所以我特别也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基隆的秋副市长 新北的洪市长 还有台北市的蒋市长 一起来体验我们今天的这个版特 所以今天这些版特这些土地和鹏 包括台北市万安市长 包括我们的铁郎市 我们的副市长 是怎么大家都来 因为北北基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生活圈 是多元文化族群融合的地方 所以版特这个文化 除了闽南文化版特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都会版特 所以我们版特对我们这共同生活圈来说 就是一种共同文化跟语言跟生活的态样 所以今天是我们的四个管局社会 然后是我们最近推的 我们的业票一二零零港款 共同生活圈 共同凝聚力量 共同爱上这个地方 米南文化不只是美食 语言 特别桃园市政府还把它延伸到了 包括艺文的巡演 还有包括书院 闽南书院 所以我知道有举办国际农师竞赛 还有闽南书院等等 我想这些都让许多 我们闽南文化传统的这些特色 可以传承下去 也透过这样的活动不断的让我们不同族群的文化 彼此的交流 而且激浪出的火花 更让城市丰富精彩 米南文化 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传承 还有包容更多 我觉得今天在这里 我们要展现的是 不仅是我们新本市 台北市 桃园市 跟基隆市的包容 传承交流 更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延续彼此的感情 板斗热闹气氛也让民众曾经在听觉 味觉结合的饗宴之中 一道道装破塞的chulo踩上桌 创新结合美味让筷子始终停不下来 吃饱喝足大人聊天 孩子也在一旁玩耍 呈现板斗活络感情的重要画面 装破塞陈俊明阿民师表示 入心错当然是希望是key getchu 加了台语就是鸡 这也是自己料理中的主轴哦 因为礼厨很重要 一定要有一道菜是鸡 就是key get 因为我本身是学粤菜的 我们用粤菜的那个江南百花鸡 然后我用桃园在地的那个 因为它有江激豆腐乳 然后江激豆腐乳去腌这个鸡 然后我们把它的鸡皮给它取下来 然后把肉 就是只留鸡皮 然后把肉剁成泥 然后再跟我自己的虾胶 百花馅 然后和在一起再把它酿回去 然后我们等下会整只在炸 所以你等下会吃到的那个 金鸡暴喜福气来 是我们的这道菜 对就是你家里的一个起头 所以我们希望鸡是我们 这个阿民师的主轴 目前都还不错啊 八宝粥 应该是八宝粥吧 嗯 对 八宝粥 怎么说 因为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料理方式 跟一般传统的比较 没有看过这种方式啊 就是一般传统的可能 就是都已经 和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是 所有的料都很真实的呈现在上面 对 所以 看起来还不错 吃起来口感也还不错 对 闽南文化节将持续到7月2号 期间还有国际农师邀请赛 斗阵等系列活动 展现在地丰沛文化量能 桃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朋友到场参加 记者书建民 桃园报导 夏天到了 想要找个消暑清凉的地方 不用在大牢圆跑到郊外西边 在台北市内湖就有一个细水秘境 水深最高只有50公分 非常安全 特别的是 这处细水池的位置 竟然是在污水处理场上方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 内湖休闲运动公园清凉一下 细水池内小朋友开心的享受清凉 这里是台北市内湖休闲运动公园 园内细水池从6月起开放到9月底 很难想象的是这一处运动公园 竟然是设置在每日处理24万吨生活污水的 内湖污水处理场上方 我们最主要是回馈这个区里 区里的一个部分 然后友善环境 我们来推动这个水资源的一个理念 那同时也是寓教于乐 虽然在污水场上方 不过细水池使用的并不是再生水 而是自来水 而且每周定期清洗及检测 以确保水值 池池最深不超过50公分 最浅20公分 就连小小孩也可以安全的在这里玩水 我们这边的水池的水是采用这个自来水 那请民众放心 对我们每天的水池都会做检测 是那一个礼拜也会进行这个池池的清洗一遍 目前我们提供的这一座这个亲子的细水区呢 其实是适合这个小朋友来做 来做夏天的一个细水使用 那池池它最深大概只有50公分 那最浅可能是20公分左右 所以很适合这个夏天 这个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这边游玩 安全的细水环境加上临近市区的便利交通 也获得许多民众肯定 每到假日就会涌入许多家长 带着小朋友来这里享受清凉 因为第一我觉得地点还不错 然后整个环境还有很多附属设施 我感觉在很不错 像这么小的小朋友啊 他水位不会害高 然后很自然在 让他这边跑来跑去还蛮安全的 其实也不用去探索他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像洗用室他高度太高的话 我们会怕一下他淹下去的话 那救不起来怎么办 他其实刚刚好像在泡澡 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天 应该会常常带来 这边适应游泳前的生活 除了消暑的细水池外 内湖休闲运动公园 还有极限运动公园的称号 因为园区还设有极限运动场 及攀岩场 这些设施在民国95年起陆续启用 希望协助这两项新兴运动 能够蓬勃发展 这也是起源于说 当时这两项运动正在启蒙当中 那所以我们内湖 我们卫工处内湖厂 就提供了这个场地 让这两项运动场 从这里发芽 麻雀虽小 无脏俱全的内湖公园 极限运动场 不仅设有晚型小U版等专业设施 安全性也很充足 很适合一般民众来体验 极限运动魅力 不过重点是要穿戴好安全护具 我觉得这边的场地 蛮适合小朋友来这边 就是练习一些出街的动作 然后对 非常适合 那你觉得在台北 像这样的地方比较少 嗯 比较少 未来有希望如果可以 多这种公园式的道具 其实是更好 在这里也要提醒 就是来这边玩的这个小朋友 大朋友小朋友们 为了你们的安全起见 来这边玩的这个极限运动场 都要带上你们的安全护具 这样在运动的时候 可以保护到自己 位在旧中路与提顶道道侧的 内湖休闲运动公园 由于在污水场上部 是台北市首座二楼公园 不但可以看到远方的101大楼 不时还有飞机从上空呼啸而过 也成为近距离欣赏 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最佳地点 加上大片草皮及自行车道 不管是要挥洒汗水 享受清凉 还是欢度亲子时光 多功能的内湖公园 都能让你满载而归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近期从政坛 艺文界媒体界到演艺圈 正在掀起职场反性骚扰风潮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 有15.3%受访学生坦言 在打工时曾经遭遇到 程度不一的性骚扰 人力银行也分析 会有职场性骚扰 主要原因是不平等权力结构造成 外形亮丽的Vanessa 上大学后就加入打工社群 没想到一次接了活动 showgirl工作 却遭到当时的男性主管性骚扰 让她至今仍留下阴影 同样遇到性骚扰的Chelsea 则是在餐厅打工时 遇到可怕的客人伸出弦猪手 尽管当下装没事 之后还是选择离职 那个时候我在帮客人点餐 然后点餐的时候 就是我在客人的右手边 然后他就是 我在点餐的时候 他就一边摸我的大腿 然后那个时候我点完餐 就是当下我就马上后退 然后我就装没事 后来我就跑进那一场 跟老板娘讲 就是他要摸我 那老板娘就说 以后不要让我接待他 因为他是常客 很不舒服 就是那几个月想起 这件事情都会有点不舒服 因为后来还有一次是 他在我耳边吹气 就是讲说叫我要乖 或者是想要保养我之类的话 然后我就辞职了 就是没多久我就辞职了 我在那间餐厅总共工作两个月 就是暑假而已 然后后面的话 还是有遇到一些 可能男客人的骚扰 或者是同事 但是我自己的方式 就是直接拒绝 或者是跟他说 我不喜欢这样子 这样 对 然后我觉得 这不需要隐瞒 就是被性骚扰 或者是觉得不舒服的话 可以直接讲 不需要隐瞒 他会要我们在外面发传单 然后可能成效不太好的时候 他会贴到你耳边跟你说 哦 你们这样发的也太慢了 但是会靠很近 就是会让你起鸡皮疙瘩 不舒服 后来就没有接过类似的工作 但是他有邀请我说 要不要再去参加其他的展 帮他工作 但是就是 因为有过一次经验 我自己也觉得 很有点不舒服 然后再加上他后来又问我说 如果我付你钱 你可以跟我一起吃饭吗 就是很不舒服 会怕了 所以不太会感接这种工作 虽然他实心很高 但就会不感接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15.3%的受访学生坦言 在打工时曾遭遇到程度不一的性骚扰 而遭受性骚扰时 超过六成采取隐忍妆媒事 只有不到三成当场表示拒绝 性骚扰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权力不对的 那也有一些加害人会看着说 学生因为还没有社会化这么完全 可能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 所以我们这次调查结果也发现说 其实有六成三的人 都是选择隐忍妆媒事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沉默螺旋 也导致说加害者 可以更恣意妄为的继续做加害的行为 因为可以调查发现说 其实只有7成27%的人 他表示会当场拒绝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大部分学生又是比较资浅的 大部分遇到的人都是比他资深的同事 或者是权力较高的主管 或甚至是高层 所以也可以因为这样的情形 可以推论到说 学生尤其在职场上 特别容易遇到性骚扰的情况 我们会建议说 第一步当然是先从自己的公司 内部跟高层做反应 但假设说公司的作为是比较消极的话 建议可以直接向行政机关 工价单位去做申诉 一定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那假设说 学生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 你也可以找学校相关的辅导单位 去请求老师的帮助 或者是跟你的亲朋好友诉苦 让比较年长的人 或是比较有社会经验的人 来告诉你 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做 捍卫自己的权益 即使职场性骚扰延骚至今 却并未动摇学生的打工意愿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 73.5%的学生表示 属其有打工计划 但是职场性骚扰最近新闻 沸沸扬扬 有没有影响到学生打工的意愿呢 这次调查结果发现说 其实并没有影响到 学生他们打工的意愿 最主要的原因来看 有高达7成4的学生 还是选择 会在这个暑假打工赚钱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第一个没有课业压力 再来其次是因为 暑假时间很多 可以弹性的排班 那有些人可以希望透过打工 来累积自己的第二个专业技能 也认为说 在暑假这段时间 工作的机会是选择比较多的 而且时薪比较高 待遇也比较好 这些就是打工的原因之一 调查也指出 今年学生熟悉的打工类型 前五名是餐厅内外厂 行政文书处理 补习班助教行政 饮料店工读 以及家教老师 预估暑假期间 单月可进账19,858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为了鼓励民众参加健康筛检 台北市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集结社区重视民众健康的公庙 商家运动中心等 7月份将举办8场癌筛子 免费健康筛检活动 参加筛检者就会赠送健康平安礼 欢迎民众呼朋引伴 一起来赚健康保平安 根据国民健康署资料显示 癌症41年来 残联国人十大死因冠军 10分钟7秒就有1人离癌 过去3年疫情期间 民众因担心染疫 乳癌大肠癌 子宫颈癌筛检 较108年筛检人数大幅下降 随着疫情解封生活回归正常 呼吁符合筛检资格民众 尽速接受免费的癌症筛 国民健康署目前有提供 5种免费的癌症筛检 那就是包括子宫颈癌 乳癌 还有大肠癌 口腔癌 以及肺癌的筛检 由于癌症初期 并无明显症状 容易让人忽略 等到身体发生警讯 可能为11万 透过筛检 就能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那主要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癌症筛检 这么重要的约定 那我们知道就是 就是癌症筛检 已经是台湾 就是死亡率 排名第一的 那这个癌症 这个癌症里面 尤其是有很多种 普通癌症的提升 那台湾有针对 参照事件 以及就是针对 各种发生率 比较高的癌症 做了一些 整个早期下期 这样子的设计 那主要大概就是 大肠癌 自公轻癌 累癌 以及乳癌 那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 早期发现这些癌症 那早期发现癌症 就可以到早期治疗 早期治疗之后 这些病患 他们就有机会 恢复到 本安自己健康的状态 那对于个人 或对于家人 甚至对于社会 对于健康主任来说 都会进步的降低 参加筛检者 急证送健康平安礼 包括慈幼公 妈祖随身好运带 台北府城隍庙 平安米 保养体验组 商品优惠券 以及运动中心贵宾券 等好礼 欢迎民众呼朋引伴 一起来赚健康 保平安 记者林奇会 台北报导 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 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 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您心目中的台北市是什么样子呢 为了推广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 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和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协会 共同合作推出台北游影3系列活动 其中影片甄选部分6月13号起跑 邀请民众拍出台北市的城市风情与人文魅力 只要投稿就有机会获得最高3万元奖金 台北五亚区正式开跑 在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长陈淑慧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理事长王雅为 中家宽评台北市总经理徐雪玲 与中山及文山社区大学校长共同主持下 公用频道台北游影3系列活动 影片甄选正式起跑 观传局长陈淑慧希望 借这项活动邀请民众以各种不同角度 拍出属于自己的台北故事 其实台北非常精彩 它可以很快的就到想要接近大自然很快 就可以去走走台北大众走 那想要去看看夕阳就到我们大道城 那想要吃也有很多 不管东西南北区 12个行政区都有很多传统美食 那台北呢 有想看看那个欣赏音乐艺术文化 在台北也非常多 所以今年呢 在那个我们跟有些人电视台的一个合作底下 除了一个开放性的大家都可以去拍 另外一个就是台北的旅行 那台北旅行里面 我们夏天又有很多的 不管是大道城的夏日节 或者冬区 或者是夏天小朋友的玩水 所以我们就希望 这一个题目里面就是台北的各种旅行 我们就欢迎大家 各位市民朋友 透过你的手机相机摄影机 来拍摄我们台北各种好的旅行 那让不管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看到 甚至一样影像就是无国界 可以传到国际 所以欢迎大家把台北最好的旅行呈现出来 中家宽平台北市总经理徐雪林强调 媒体禁用是市民的权利 为了鼓励民众善用公用频道这项公共资源 这次活动总奖金达14万元 最高奖金3万元 媒体禁用是我们台北市民的这个权利 那这边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特别也希望能够奖励更多人来参加 所以我们的总奖金规划是14万 那首奖有3万 那还有这边我们的活动名称台北游影3 请大家就是要锁定第三频道公用频道 首都与14所社区大学合办台北游影3公用频道增见系列活动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今年度 除了提供教学资源给社区大学外 为了鼓励社大课程学员 把课堂作品放上公用频道播出 更增设社区大学奖项 期盼学员运用各种媒材 记录台北的在地生活 能文艺术与特色活动 我们在教学的部分 我们就要拜托中家宽平派老师给社区大学资源 那14个社区大学都可以跟我们协会 或跟中家频道来联络 我们派老师去教社区的民众 怎么样使用影像跟拍照 那拍完照之后 您就可以把影像传到我们的公用频道 就可以在电视上播出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在年底有一个社区大学奖 提供1万块的奖金 只要您是社大的成员 把作品抛上去 然后您获奖 就有1万块的奖金 我们希望鼓励社区大学的学员 能够多利用公用频道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 及中家宽平联手生化与社区大学的合作 也获得社大方面的肯定 尤其提供公用频道平台播出机会 对学员的创作来说更具有实质鼓励意义 现在中家也加进来了 我们是好邻居 我天天上班要经过你们公司门口 希望你们有更多的 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机会来进来学校 那刚刚我在支持的时候我也讲过 也希望我们的高中的孩子们 也可以一起利用这个机会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我们公民新闻记者 目前大概是六七位 是文山社大的公民记者 那他们一年就可以拍出上百部的影片 然后呢会有四十几部是精选 就是代表了地方的新闻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这些影音资料 不是只有进到公共电视这一个全国频道 因为它我们文山社大 跟我们台北市12所社大 我们的影音故事都是来自于我们台北市 我们希望在台北游影山 可以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容易更方便的看到 然后而且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影音的故事呢 可以召唤更多人来参与 让大家知道这一点都不难 台北市观传局方面表示 今年影像征选比赛分为题材不限的开放性主题 予以台北小旅行及公民生活为主的特定主题 影片长度从一分钟到三十分钟 再以影片性质分为剧情组及非剧情组两组 两个组别的首奖将获得三万元奖金 另外系列活动还包含了企划案征选 影像人才赔力课程 台北大声工等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一起用镜头发掘台北这座城市的美好 记者张奇腾台北报道 乌尔战争持续延烧台大新闻所邀请以报道乌克兰战争 入围普利兹新闻奖的华尔街日报首席外交记者亚罗斯拉夫特罗菲莫夫进行演讲 分享他作为外事记者的生涯经验以及在战地的观察 这也是他在台湾唯一一场的公开演讲 亚罗斯拉夫特罗菲莫夫是华尔街日报的首席外事记者 这次受台大新闻所之邀 以我的外交记者生涯 从乌克兰到中国为题发表演说 分享他作为外交记者的生涯经验 以及在战地的观察 并且以乌尔战争为借禁 为台湾民众带来启发 这一位记者他非常的优秀 因为他连续两年 2022跟2023 都是普利兹奖的国际新闻的最后的入围者 所以可见他对于国际新闻的报导 这个是得到美国最高的 新闻奖的荣誉的肯定 那他其实也有得过其他的奖 那这么优秀的一个记者 而且他今年他入围的作品 就是报导乌克兰战争 那这一位记者他本身 其实他是乌克兰人 他谈的就是说 他作为一个国际新闻记者 他的生涯 然后呢从乌克兰到中国 那这个其实就是刻画了他长久 他其实有20多年的记者的资历 那他长期在国际事务的报导 他报导过 其实他报导过伊斯兰世界 报导过阿富汗的议题 报导过伊拉克战争 报导过乌克兰等等 那他分享了 我想他这里面摘要几个他刚刚所分享的重点 那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做一个国际新闻的记者 他每次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国家 他都必须要做非常充分的准备 那这个充分的准备呢 他当然比如说要阅读书籍 因为我想记者不可能你就是空手到一个现场 可是他一直再三强调 要当一个好记者 他认为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要保有好奇心 那他认为说好奇心会驱使你想要去探索世界 驱使你会去愿意追求更多的知识 了解各个世界各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 跟探求真相 那我想从尤其他今年的入围的作品是乌克兰战争 那台湾人我们其实对乌克兰战争是非常有感 Yaro他就从他的报导经验里面 其实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在乌克兰战争 为什么本来大家都以为说两个礼拜 可能乌克兰就会被拿下来 可是在这个战争已经延续了一年多了 他认为这最重要就是乌克兰人他们抵抗的意志 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像Zelensky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而已 他认为是全体的乌克兰他们珍惜他们的民主 所以他们愿意为保卫他们的国土 保卫他们的民主价值而奋战 那这个也是Yaro最后 他其实也是给我们台湾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乌克兰战争 如果要为台湾有提出重要的意义 我觉得那就是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我们难得走到这一步的这个民主的成果 我们要接下来用什么样的决心跟行动来捍卫 讲座还特别邀请中央社总编辑陈振杰以及世代文化创业群创办人周毅成 共同参与讨论并分享他们对乌尔战争与国际事务的看法 那陈总编辑他当然新闻自立非常丰富 而且他其实也是国际新闻记者出身 那陈总编他自己也曾经派驻这个华盛顿 也曾经派驻到叙利亚 然后呢他还是在第二次的波湾战争呢 全球第一个发出波湾战争的讯息 比CNN还早半个小时就发出讯息了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回应人是周毅成先生 那周毅成先生呢他是在大道成经营了 跟年轻人经营了非常多的大道成在地的文化 跟商业的活动 那他当然不只是一个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businessman 那他早期他就参与台湾的很多的正式事务 那现在也是其实是在社群媒体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政治评论家 所以他对国际事务非常的了解 那这一次我们就特别邀请这两位 也来担任我们今天主讲人他的回应 在中加宽平的赞助下 台大新闻所每年都会举办数场讲座论坛 从在地到国际 以多元角度探讨媒体产业与新闻发展 当然我想传播现象其实是非常的繁杂 或者是说百花齐放的 可是新闻还是传播议题里面其实非常重要 尤其新闻对于一个民主社会 可以让人民知道资讯 真实的资讯 而且这个资讯它不只是说 告知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现象 它同时也在监督政府 它同时也在维持一个社会的民主品质 那我们今年就非常幸运的 我们其实邀请到非常多专家 来解析台湾的地方新闻 那今天我们谈的是国际新闻 那其实地方跟国际 这个是一体两面的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是台湾人 可是我们其实也是全球人 那我们在虽然身在台湾 可是我们台湾的命运 也跟这个全球社会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当然也同时 要关系国际社会里面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两个小时的讲座 在三位来宾热烈分享 与在场媒体学生 踊跃发言下圆满结束 台大新闻所透过举办论坛讲座 也为台湾新闻与媒体发展 尽一份心力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112年第二波散装饮兵品 以及配料抽验结果 总共抽验81件 其中22件饮兵品的初抽结果不符规定 通知业者限期改善后 复抽结果仍有7件产品不符规定 卫生局将依照违反食安法 处分制造业者新台币3万元罚还 炎炎夏日是饮兵品的消费旺季 为维护消费者使用饮兵品的卫生安全及品质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散装 现场调制手摇饮兵品 食用冰块及配料 第二波总共抽验81件 检验结果7件饮兵品不符合规定 包括清源芋圆的墨香绿茶 肉多多的北海道牛奶风味冰淇淋 顶瓜瓜红茶雪泥冰 绝缕咖啡的苹果野莓冰沙 和巧克力香蕉冰沙 都被验出肠杆菌科超标 包括饮料 冰块 冰品 相关的配料 这次抽验的话 沾饮兵品的部分 初抽是有22件不符合规定的 不符合规定 我们后续先期改善之后 再去做进一步抽验 有7件人们是不合格 这不合格的一个业者 依照食安法的规定 去处罚3万块的罚款 在我们这次的检测的部分 通常的不合格 都是肠杆菌科的不合格 肠杆菌科 顾名之意就是 消化道里面的微生物 所以如果说在产品上 监测到这样的一个检出的话 通常我们就会去考量 是不是在制造过程 有一些的污染 所以这个部分 卫生局也特别就是 提醒在业者的部分 你除了在原料的一个选择之外 应该注意之外 同时在你的人员的操作上面 包括你的工作服 包括你人员双手的清洁 在卫生局的部分的话 我们再去现场做查核 除了你的制造环境之外 那人员的清洁 双手的清洗 那还有包括我们常见的冰勺 冰勺要挖冰块的这个冰勺 那我们也会看 是不是有宝石清洁 那还有放在应该放置的场所 这个是我们对 饮兵品业者的一个 呼吁跟提醒 那就消费者的部分的话 我想就是大家一样在做 这个饮兵品的选购的时候 那也可以去注重一下 就是在整个业者的 环境人员的卫生 是不是符合相关的一个 一个要求 卫生局提醒业者 应重视制作过程 环境卫生及自主管理情形 注意冰箱儲存温度管控 食材适量准备 为使用者适时冰存 定期更换至冰机或饮水机滤芯 以确保食品卫生与消费者权益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导 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的 育儿亲子网全面改版 提供0到2岁 宝宝照顾者系统化 系列为课程 用浅显易懂的影音短片 让新手父母学习正确育儿观念 陪伴宝宝健康成长 新生儿诞生是全家人的喜悦 但随之而来的照顾 也许会让新手爸妈忐忑不安 孩子的成长过程随时面临 需要咨询专业意见 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的 育儿亲子网 提供零时差无距离的咨询管道 协助照顾者提升育儿知能与技巧 那这一次又一个大改版 也很谢谢我们团队 提供给我们非常优质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这中间的过程 我们也放了蛮多 比较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像我们双胞胎这一次是特别的 那还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去做了一些的更新 配合我们的环境 还有我们幼儿的一些需求 去做了一些改版 我们很谢谢黄博士他们的团队 尤其治理大学这样的一个协助 那其实这个育儿亲子网 从101年在当时还是儿童局 内政父儿童局 那我们承接了以后 我们就来做了很多的一些有关育儿知识的一些内容的一个修正 那这一次呢 配合尤其是声音障碍还有双胞胎等等 比较特殊的一些需求 我们也把它纳进来 那原来的架构还是在的 包括了儿童的发展 生活的安全 亲子的互动 还有很多照顾 生活照顾方面 我想这个很多的家长都会很需要 为了更贴近家长需求 网站委托专业团队进行优化与改版 设计儿童发展 生活安全 亲子互动 及生活照顾四大主题 提供各阶段婴幼儿发展概况 与照顾如何上手资讯 对很多的新手爸妈来讲 我想他们一定会很习惯性的上网 去搜寻相关的育儿的知识 但是在网络上 往往错误的资讯 可能比正确的资讯还多 所以我们这个卫福部 能够这样子的一个用心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网站 来提供我们新手爸妈 最正确的一种引导 我觉得真的是很佛心 很菩萨心肠 那这个我们治理 这个创新设计学院 这个有非常多很热心 很优秀的老师 那我们俗平主任 她是很好的妈妈 她也是很好的老师 那所以我相信 她在这个优化这个网站的时候 她的用心一定能够跟我们的新手爸妈 非常的贴近 非常的契合 育儿亲自旺有助强化 家长亲职能力及育儿照顾技巧 也成为支持父母育儿的最佳后盾 期盼借此提升国家生育率 让孩童健全发展与成长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资讯爆炸假讯息满天飞 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和中加宽平基隆 合办的公用频道媒体试读课程 今年持续深入校园 第一场来到暖西国小举行 透过互动方式 教小朋友学习拍摄 也融入媒体试读的观念 暖西国小同学在电视电影制作人 施博全老师的指导下 用平板找寻目标 拍下自己喜欢的镜头 老师在一一讲解作品 教小朋友学习 用不同的拍摄角度来说故事 课程中也融入了媒体试读的观念 让同学们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学习独立思考分辨真假讯息 一般在课本里在学科里 应该很少会上到这种 关于摄影的方面的课程 然后今天那个制作人教我们 怎么拍照取景 然后还告诉我们讲说拍照片的时候 背景光线然后角度都很重要 然后我很开心今天可以上这堂课 那刚刚老师让我们拍照 我试着用老师刚刚教的方式去拍 就拍出来的结果就是还不错 我试着找了一个单色的背景 然后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拍起来就是会比较好看简约风 我觉得那个不能随随就相信别人的消息 要先查明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网路查一下 或者是会问爸爸妈妈 透过互动的学习方式同学们收获丰富 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与中家宽平吉隆 合办的公用频道媒体试读课程 今年持续深入校园 获得校园师长的肯定与感谢 我们这次其实非常感谢那个中家宽平吉隆公司 给我们就是提供这样很好的课程 就是现在的小孩他们其实接收到很多的讯息透过网路 他们的讯息量大概是以前我们的数十倍 但是孩子吸收之后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去解读 所以很多其实不是正确的 即使课堂上教他说去分辨 但是你在平常他们的同学跟同学之间的 孩子之间的一个对话 我们会发现孩子其实看似了解这些语词 但是在真正辨别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要学习怎么样辨识正确的资讯 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美女试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尤其是在世卫的时代 因为资讯非常的发达 而且孩子山西载具几乎人手一击 所以他们对于资讯的吸收 跟辨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如果辨识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去辨识真或假 然后有自己的价值去判断 是否遵守或是是否相信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可以带给孩子及早 去厘清他的一些 对讯息辨别的一些智能 透过产观学合作 将媒体试读教育向下扎根 希望每位孩子都能持续学习 判断资讯辨别是非 当个聪明的阅听人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清权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监察委员苏力穷巡查基隆市政 市长谢国良亲自欢迎接待 就市政议题进行交流 谢国良也当面向监委反映 目前全国儿童游戏场的邮拒检验 配套措施不足的问题 希望监委能够协助向中央来沟通 画面上是监察委员苏力穷到基隆巡查市政 市长谢国良在秘书长方定安跟纵发处长林立禅的陪同下 亲自欢迎接待 就市政议题进行交流 市长谢国良也当面向监委反映 目前儿童游戏场的邮拒检验配套措施不足 严重影响儿童权益 我接来以后就发现说之前没有改善 我到了一个月以后就要全部要把它废置 很多包括学校邮拒也有问题 真的这是一个很含 我去关注谢谢师傅 你如果说新的邮拒通通都要符合 我觉得这种没有话讲 旧的邮拒当然他给五年 可是最好也不是说五年就一刀切 就是说这个邮拒在五年的缓冲起完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更周延的方法 那即便你现在把所有的公园都废掉了 但是重建这些公园绝对不是三年两年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中央在做什么 在这方面我觉得显然跟民众的生活习性 跟生活需求有极大的落差这样子 那即便连要批这些邮拒 去核定合法的这些厂商 现在全台湾听说只有三家 那你全台湾的邮拒都要重新建立 你却只有三家这些邮拒 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这一点 倒是蛮需要监察院去检讨他们一下 这显然对孩子们对民众的生活权益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一点我们当然也只能用建议的 希望中央能够做一些因应跟调整 上上礼拜那个在张浩瀚议员在 在那个中正公园的邮拒的时候 我就有跟他反映 他反映给营建署跟内政部 因为我相信他们比较有长连性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还是应该要有更多的检查机构 要不然全台湾的邮拒 才几家来检查跟核定 那这样真的是会比较不足 市长谢果良感谢监察委员的到访 关心基隆市政 而为了促进儿童福利 市府也规划明年将成立0到12岁的儿童专责机构 全面照顾好下一代 那监察院在各地方 县市政府有时候都会各地来 给我们督导给一些意见 那他也特别提到了 他过去在监委期间 不是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曾经在暖暖担任过社公司 照顾一些比较贫穷的孩子们这样 那我有特别跟他分享说 明年度我们基隆市政府 会做些微主改 希望成立儿童的 关心的这个专责的机构 那是会以0到12岁为我们主要的关切的对象 那目前到底是一个局还是一个处 那我们还有待要做一个确认 不过这个我们确定会来负责调整跟设立儿童的专责机构 那我了解到桃园有富佑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想法 那因为我自己对台湾的下一代我觉得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还是要努力把下一代顾好 所以我觉得在既有的很多局处里面去做调整 来作为我们未来的儿童专责机构 0到12岁儿童专责机构的一个设立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 也希望预计能够在明年来把它完成 期盼透过地方与中央的沟通 让相关法令有效执行 符合民众需求 造福地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针对新北幼儿园疑似喂药风波 市长谢国良表示 除了希望新北的个案真相早日水落始出之外 也呼吁不要无限上纲 抹灭所有幼教老师的爱心 市政府也将规划活动来为幼教老师们加油打气 新北幼儿园喂药风波持续延烧 幼教总会也发起老师不喂药行动 市长谢国良说 除了希望支持呼应新北 他也呼吁为幼教老师来加油打气 可是同时间我也觉得不要过度去打压 幼教孩子的老师 因为现在基隆就有发生案例 一个幼稚园的老师不肯喂药了 那这个喂药是孩子们生病 小爱常常自己在幼稚园如果生病 就要把药给老师 还是要拜托帮忙喂药 那如果我们是觉得说 这个案子一定要水落石出 可是如果喂药都是问题 那不会药的问题 未来也会更大 所以我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 把个案的真相水落石出 但不要这个无限上纲到 好像所有的案件都是一个通案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如果问我说新北 我们是希望也能够尽一级的力量关心新北 那第二个人就是说 我们是希望这个要同时间要 我们教育处也在规划 要还是要办一个 我们也有想办一个活动 适度的鼓励一下幼教的老师 不要不要把幼教老师 这个很多的努力跟爱心抹灭 尤其有很多愿意去做幼稚园老师 都是因为很有爱心的 市长谢古良再次强调 期盼新北疑似未要案的真相 能够早日查清楚 也不应该忽视多数幼教老师 持续付出的努力与爱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最后 放入桝的盖子 请不吝点赞 栄 bless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 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至 扣角义务人挤付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络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哇 救命啊 您好 我是足迹总部的统计访察员 政府透过每月人力资源调查 掌握就业与失业的状况 作为施政根据 我是访察员 请支持人力资源调查 你有一个从小住到大的家 你想跟孩子们保留这温馨的回忆 但你知道这个房子该做补强了吗 民国88年以前因法规标准较低 因此房屋耐震能力较弱 尤其是棋楼挑空 顶楼有加盖等不重脚轻的房子 地震来时可能造成底层破坏 内政部营建署提供私有建筑物耐震阶段性补强 最高补助220万元 补强做得好 地震少烦恼 好像打开开关一样大幅进步 可以清楚诊断每个同学的需求 教育AI 英才网 开启台湾数位学习的契机 见证一段全新的师生关系 分享快乐与自信的秘诀 英才师教 英才网